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hex博客网站的建设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功能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有文章的 最近某个某篇文章啊 我们拉到文章的末尾 那有这么个东西 就是你在生成这个博客的时候 他在 他会自动在你的文章末尾 加上本文的一个链接 这个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直接访问这个站 这个这篇文章 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功能啊 你说不管人家是来引用你的文章也好 或者是来 拷贝你的文章也好 这个东西呢 就会一直在保存在文章的末尾 那这个插件叫什么呢 叫做 那使用方法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首先呢 也是安装这个插件 通过这个npm来安装 安装完之后呢 在我们的 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注意一下 不是我们之前经常修改的这个 主题的配置文件 这个是工程底下的配置文件 这个是工程底下的配置文件 那我们看一下吧 我们来到 我们修改的是 我们修改的是 他手底下的这个config文件 不是 就是这个主题下的那个config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拉到文件最末尾啊 我们增加这三行 叫做add link 然后冒号下面是两个配置 一个是 在你这个urion 就是你这个本文链接之前 你需要听见这个文本文字 我们这里就直接给他写成这个本文链接 然后呢 在这个urion后面呢 我们给他就不给他听见东西了 这边就放空就好了 保存退出 退出 退出以后呢 然后你把 这个clean掉 然后呢 从 重新去生成一下 在这个点 扶到 Sag 什么了 抢得 你不得好吗 扶到 detail 没关系 好 有两种 说 可 愿 不去 是 这边 是 那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我这个电脑刚好在剪辑一个电影片子 所以呢有点卡 就是当你这个静态的文件生成以后呢 再把再把这个服务启动起来 你这时候就可以打开你的网站 然后呢 去点开相应的文章 在文章的末尾呢 就可以看到这串字符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添加的在幽儿阳之前添加的文本 我们写的是本文链接 当然你可以用任意你喜欢的这个文字啊 那后面呢 我是放空了 就是后面没有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添加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有所用呢 就给我点个订阅 再见